1.安靜 1.銭槍 1.斑 loving 10.asion 3. license 10.自己的行李 我剛剛說過一個對家的通知 我這次朋友對我的 因為接下來就是點到那個情緒就放上了 那就是其實是你從前期的 因為你的運動還是不容易 雨傘雖然自己好像覺得你在雨傘的時候 對呀 只是那個情緒好像就是有一點時間 那這樣有什麼以後呢 就是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那當然啦請說為什麼我剛說這樣有什麼以後的意思 因為你們常常在表達一件事情 只有從你們嘴巴生命狀態展現出來 會讓人家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不是說你家發生什麼 而是你在表達一件事情的最後的這個當下面對 讓一般人會不知道你這是疑問句還是句號還是驚嘆號對不對 因為你表達一句話出來 這個句號問號跟驚嘆號 關心到人家要怎麼面對 如果你表達的是句號 如果你表達的是句號 那大家就 哦 啊對啊 哦 你當時也是這樣啊 啊什麼也這樣 就笑茶 你知道嗎 笑茶聊天的模式 就這樣子 他對你有沒有意義 我不知道 那如果你是驚嘆號 那麼人家就知道可以來安慰一下 因為你對這件事情很氣憤 對不對 驚嘆號 就安慰 哎呀別想那麼多嘛 就可以了 如果你對這句話出來是問號的 那人家就可以分析了 所以告訴你方方面面的理論 懂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問問題 不是我聽不懂 而是你們 假設是修行人 你們的任何一個當下點 他就是修行 對不對 所以譬如說 你現在來到這邊 你們現在來到這邊 你第一個當下點就是站起來 發問問題 這樣就修行了 比如說 你會問就叫會修行 你不會問就不會修行 你那反過來 你透過用會問 我把這個問題你的清楚 表達的清楚 來達成我當下的修行 這邏輯聽得懂嗎 我當下 我光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疑惑還沒解決 我已經在修行 那已經在修行代表什麼 我當下已經有一種好能量 那這好能量出來關係到什麼 你後面人家告訴你的解析的理解度 有好能量你的理解度會高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常常聽不懂 聽完 胡撒撒 疑惑就比較不會 因為你每一個環扣接一個環扣都對 如果你第一個點 當然是問問題 可是是世間人 下午茶的模式 或者是找人訴苦的模式的問問題 你看這個叫做態度 訴苦是一種態度 找人錢了是一種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 所以人家跟你回答的 已經被你的決定 你的態度決定你的一切了 並不是他要給你的了 你懂意思嗎 那如果你的當下是修行人的模式 那恭喜你 人家跟你講的就會轉換你的思維 不會是人家跟你講的 你用你的思維把它轉換掉 懂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我會常常訪問你們的原因是這樣的 而不是 我講那麼清楚你聽不懂 我當然懂那些事 可是 我覺得你們不懂的修行 要去把握方方面面的當下 所以假設 我現在幫你分析完這一段 那當然你有沒有決定是修行的 那個時間有過了 那不重要 那下次你自己去沉澱一下 那我就當做是修行的問法 那我用修行的回答 我告訴你 對啊 那你就會回想 那我們是不是要修行 如果要修行當然這叫不對 不對的人只有一個 只有不要這樣 對不對 這是對直接了當的 那你說 我也知道 做不到 沒做到 這樣 現在發生的就沒做到 那 那 以後假設發生的 不知道做什麼 做不到 對不對 是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都沒關係 那你要修行 你又朝向修行的 思維邏輯就好了 我現在沒做到不應該 那應該要做到 那為什麼我老是都做不到 這個點就要去行 這個修行的人 會尋思 為什麼做不到 那是我修行不到位 那肯定 因為陰不到位 我才因應不了 那陰肯定不到位 那你就要再去行事 然後往下走 那我是怎麼的不到位 我的面對修行的 所有的這些 以我現在 活到這把年紀 所接觸 所能理解 不理解的我不講 所能理解的那一些 該注意的修行 平日要做 不管你們是 實際行為 面對著自己的操作 還是你在預備做的功課 在家裡的所謂定課 閃課等等等等這些 有為無為的都好 有行動模式的 有解門的 有行動模式的都好 那你就要去檢測 那些有沒有 對 第二個 有沒有夠 夠不夠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 夠叫量 量足不足 對不對叫做值 直到不到位 這樣 這兩個 所以你就去檢測 你就會平行進去 原來我很多時間 又花在哪裡去 我很多時間又怎樣 啊有些東西我沒有堅持 啊有些 你就會理出來 那這個很輕而易懂 對不對 當你理出來輕而易懂 你就往那個不足的再去促成 往那個不必要花太多時間的去衰減 你就再調整了 對不對 慢慢調整回來 你有再遇到這些人事物 你的果就不會這樣 你就會 欸 沒事嘛 人家對我要求都要有些 你會覺得沒事 你懂嗎 那是自自然然的事情 那你要從果直接擰掉 不容易 那是上上跟人的功夫 果啊 你已經發生了果 你怎麼怎麼擰掉 你根本不要想像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一顆蘋果 結出來是蘋果嘛 啊 種錯了 我想養桃 那他結蘋果 你能怎樣 你能怎樣 你就不能怎樣啊 對不對 這一般人啊 上上跟人真能怎樣 啊 到底能怎樣 不知道 因為他是上上跟人 超乎你的邏輯 所以不知道 可是他偏偏能怎樣 裹上修 就密中頂層修持 很不容易 對不對 不要說很不容易啊 你們根本沒這個問題啊 你要容易難 也得有這個問題 才有難易嘛 啊根本沒有 那有什麼不容易 根本對你們不存在 所以因就很重要嘛 你只要在那個 種植科書的時候 那些隨時照顧的時候 就去 就去對待 比如說 一顆種子你不知道 對不對 種子 很多植物種子長得很像啊 尤其 楊桃的子 跟蘋果的子 好不好 我剛剛舉這個例 很像那對 你也不知道啊 怎麼辦 希望楊桃就丟下去 種了 你也種沒關係嘛 發芽 發芽你就知道了嗎 還是不知道 對不對 那你平常都在涉獵 楊桃啊 長怎樣 長怎樣 對 看看圖片啊 什麼的 慢慢出來 兩片葉子的時候 小小的還是不知道 兩片葉子出來 長大一點 怎麼跟我以前研究的楊桃 有點不太一樣 又很像啊 對不對 你還是不確定 慢慢長出來 那葉子不一樣 你應該從這邊 就趕快改變了 你不要 不管它 又長 不管它又長 然後最後 你只期待 那一顆 開花結出來的果 欸 果真不是 那一點不會好啊 你懂意思嗎 所以 就像修行一樣 你要散戀 從種子就散戀 種子散戀也要散根人 從果上修也要散散根人 所以中根人就是中間那一段 你不是三根人 你分辨的了嗎 原因都還沒那個 你就知道原因怎樣嗎 見為之著 對不對 以前講這句話 那見為之著是很有根性的人 他才見為之著 對啊 要不然我們都已經 對不對 結果結那麼大的還不知不覺 對啊 所以 這要提起敏銳的什麼 觀照力 觀照力 佛家用詞 不知道我懂 提起敏銳的什麼 關懷度 那你比較懂 關懷什麼 關懷 你看那顆種子長出來的過程 關懷那個 那相對你們修行是什麼 你們剛接觸 你這個 你接觸法 就是那顆種子 接觸到誰 對不對 還沒有長 對不對 那你知道你們 一般人 你都還沒有學過法 你靈性還沒提升 你了解你們 對不對 所以你不懂那顆種子是什麼 你不了解你裡面 到底是什麼 種子一顆黑黑的 你怎麼知道他裡面具足長出一個 涼桃的養分的特質 你不知道 就像你們每一個人一樣來到這時間 你們要說修行 你知道你嗎 對不對 所以你得去試 對不對 你去遇水 就是修行的法 法的浇灌 你就長了 你就開始運作 運作叫長了 你運作的過程 你才知道 原來 我是蘋果 不是楊桃 那你趕快修正 你要換米裡面 把你裡面的植性 換成楊桃 對 繼續接觸法 水在浇灌 對不對 所以你慢慢長 對了 這個葉子對了 對了之後呢 你要散步 一直支援他養分 你如果不支援他養分 他長大過程 以下又冷氣 以下又怎麼樣 就是這樣 所以這叫陰上 那你遇到的就是這樣 遇到 我這個葉子 老師遇到 大太陽 稍微日出 我就快枯萎了 對不對 怎麼都這樣 怎麼都這樣 不是怎麼都這樣 你有沒有去 因為這樣 趕快回來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澆水 你如果有澆水 太陽出來 你就不會枯萎啊 對不對 你水垢可能會長得更好啊 越大太陽 他的光合中越好啊 對不對 會這樣 修行就像這樣子 所以 唯有這樣的態度 跟 所謂的 精進度的人 他生活的這些問題 才會很輕而易舉的面對 這也是修行的目的之一 對啊 對啊 啊這種目的 我只能講目的之一 我不是說 這就是修行的目的 對不對 因為 這是一種副作用 修行的目的是 讓你所謂 契入靈性的世界 不斷昇華 他目的不是在那邊 你跟整個人摩擦 很難受怎麼辦 啊你少了錢 啊怎麼辦 啊你家 沒有隔壁家大 啊怎麼辦 修行不是為了這些的 因為這些叫做可有可無啊 這些不用修行的人 他只要稍微態度對 就沒事了 你說 控制 啊家的摩擦 啊老妖要求我 只要一個人 他的態度稍微對 都不用修行 為什麼叫態度對 啊 不要差那麼多啊 啊 對不對 別人要求 啊現在 你就過了啊 你心情就超越了啊 那跟你修行有什麼關係 可是修行卻可以容易辦到這件事情 喔 這個叫做副作用 副產品 對 那你可不要忘記你的 主攻主推商品 你主推商品就是要有繩子出三件 對啊 啊你的主推商品如果是在那邊 那你其他的產品有賣沒賣 你會計較嗎 你只會關心你的主商品有沒有賣掉啊 對不對 啊其他 你現在 拖刀拖刀 拖刀 拖刀 拖刀就好啊 啊 主商品不會賣出去 你就要想辦法 我到底想 裡面的妖 變質還是 選團不夠 你才想辦法 懂意思嗎 所以這種問題就是這樣 啊 各自的 阿